嗨 大家好 今天想拍一个room tour 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家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昨天刚好把家具的那个位置换了一下 所以就想说呢 择日不如撞日 就来拍一个room tour 这个是我的玄关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在NITO里买的一个放鞋的架子 就是放一些长穿的鞋 然后这两袋东西 是我最近断舍离 准备拿去二手店卖的东西 这里订了两个图钉 一个是放钥匙 一个这个是 为两品的一个便携的除毛 就是粘毛器 这个是鞋柜 上面其实是拿过来收纳的 放一些各种 买七八糟的东西 下面呢 放的是鞋 没有一双高跟鞋 然后进门左边有扇门 嘿嘿 这个其实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是叫做室内扇打击翼吧 不洗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门关上 然后右边这扇门呢 是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是单独分出来的 做到干湿分离就挺好的 温水洗便器 卫生间旁边就是浴室 它这个洗面台还有浴室 是一体的 掌手的毛巾 放的这些镜子也是 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做收纳这样的 给大家瞄一眼 就一眼哦 就这个样子 这是上次买的那个 玉球里送的小新 这个材质很好 其实是就是可以 放这种吸铁的挂钩上去 这个是洗面台的起泡器 这个是沐浴露的起泡器 门口 它有干燥功能 还有暖房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在 你要泡澡的时候用的 就是可以调一个适合的水温水量 然后它会自动停止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厨房 这其实蛮多东西的 然后垃圾袋就用一个这种卡扣 然后卡在柜子上 为了解决空间嘛 这个是昨天晚上做的咖喱 然后这边都放佐料啊 然后也比较小嘛 也没有那个沥碗的 就是没有餐具沥水的地方 就有一个这样的篮子 菜板和锅盖的一个收纳的东西 然后其他东西都是用吸盘挂钩 下面就放一些就是国内带来的佐料啊什么的 就乱七八糟的 这个下次好好收纳了以后再给大家介绍 滚起来 这个上面呢 主要放的还是有从国内带的茶 然后上面是一些杯子啊 便当盒什么的 那这个大葱很长嘛 所以每次都就放在这个修烟机上面 然后这边是冰箱 就每次买一双Vans 就会贴一个贴纸 然后因为没有地方嘛 所以冰箱上面就放着微波炉 电饭煲还有烧水壶 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迷你的炸汁机 总觉得放这么多东西冰箱会不会有点耐不住啊 你只能加油了 然后这个是上次去吃Soba的时候 和老板要的七味辣椒粉 就跟他说多要一包 就给了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房间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就是卧室 大家做好准备没有 火烟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感觉把床的位置改了一下 我房间突然宽敞了很多 首先进来的时候是这边的这个书桌的部分 这个书桌真的是我觉得每个刘烟生家都有这个 那这是一件羽绒服 就要反过来扣着就可以当靠背 我聪不聪明 那这边是用来洗脸的时候用来绑头发的发带啊什么的 就东西其实很少 这是一个学陶艺的朋友给的 但是就是这个形状有一点点特别啊 不知道可以装什么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干嘛吗 知道的记得给我留个言 然后这边是我的衣柜嘛 不能说很大 但是也还行 有放这种储物柜 储物抽屉可以拉出来啊 这样的 是这样打开的 就衣柜关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还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正气 挂衣的有没有 这个部分是我 就是用一些图钉当挂钩 然后就挂了一些包这样的 然后下面是心爱的木吉他 然后这个是旁边的情包啊什么的 然后也是一个图钉的收纳 就是这个 就是用图钉 然后当挂钩 可以挂帽子 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还有一扇窗子 然后这里放着我唯一的一个植物 它叫小绿 每次都在冰死边缘 感觉它要干枯的时候 给它浇浇水 给它晒晒太阳 然后它又会长出来 顽强的小绿 因为那边那个衣柜不是很大嘛 所以就还放了一个衣架子 这里放了一个全身镜 然后床的旁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区域 是一个四层抽屉的斗柜拿来放什么袜子啊 内衣小物之类的 然后上面是充当到一个床头柜的作用 这个是无印良品的香薰机 然后上面放着它家的各种精油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我姐姐给我画的盘子 也是用无印良品的那个桃子笔画的 超级可爱 超级可爱 这边是一个护发角 这个风机 然后甲板什么的 我一共有三个甲板 一个是这个蛋卷头的甲板 很少用 然后这个是之前视频里有用过的一个卷发棒 是CREATE EOM的 是26毫米的 最近最常用的还是这个 就是迷你直发甲板 SALONIA的 紫色的 这边是就是护发精油啊 喷雾啊 一些造型产品啊什么的 旁边是放着我三个行李箱 两个大的上面 加一个小的 然后是一个毛毯和朋友送的兔子 我唯一的一个毛绒玩具 我家里 那我的Room Tour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收纳 或者是很好看的风格 很可爱的装饰什么的都没有 但是就是突然很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普通的在日本的留学生的房间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就这个样子 那明天也记得继续看视频哦 拜拜